第25题,如附图为电路及导线放大之示意图 在灯泡发光期间,有关导线中带电止点的运动情形下列何者正确 正符号表示带正电的止点,复符号表示带复电的自由电子 这在考我们电的流动 我们晓得在电解值导电的时候是靠离子的移动 而在导体,金属导体的导电是靠自由电子的移动 但是我们当初定义的电流方向是正电的流动方向 但是事实上正电是不会动的,会动的只有负电,只有自由电子 这张图上面显示的电流方向朝右 意思就是正电的流动方向是向右的 但事实上正电是不会动的,会动的是负电 正电的流动方向跟负电流动方向两个相反 所以电流方向如果是朝右 就表示负电的流动方向是向左 因此第25题问我们说 有关导线中带电止点的运动情形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 负电向左,正电不动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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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oś